又是一個變色的節奏 FAES7-8 第二隻 代理版 盒內序號 上下半身第一台插銷 看到這隻悟空 其實只有四個字 出乎意料 這種非常平淡的色彩塗裝 這樣看起來有另外一種不一樣的感覺 非常的舒服 細節David也就不再多做介紹 會放在右上角 之前就有出過配色不一樣的這隻的系列 一樣頭雕的部分 換色 之後的髮色看起來相當相當的低調 還算蠻耐看的 整個服裝 也是採用了一種淡色系的 所以這樣 皺褶感更加的明顯 可以這樣看出來 內衣的部分 因為這樣的配色 也是立體化了不少 至於褲子的部分 左右兩邊 也是運用了不對稱的色系 然後後面的Local的部分 其實算 真的其實 有出乎 David的意料 看起來真的還算不錯 原本對這隻是沒有什麼期待的 再來細看 全部完整的細節 包括 x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FES改色David真的很少给出那么高的分数 但这一支改色实际上你看到尤其头发的部分 非常非常的有质感 整个呈现一个淡色系的样貌 然后全身也是淡色系的一个配色 但整体配起来比原色的还要好看许多 真的非常非常的舒服 别有一方不同的味道 相当的好看 如果建议之前没有买到不同配色的这一支超赛悟空的话 这一款改色的必定可以入手 因为再强调一次 改成这样的颜色非常非常的好看 而且大量的运用一些漸层跟配色 然后再立体感 非常非常的强烈 这颜色真的是超帅 David特爱这一种头发的改色的部分 真的非常好看 脸部表情当然就不用多说了 维持一样的水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喜欢的话 就订阅一下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